它這邊啊竟然是主打1380 就有日本A5和牛吃到飽 我在台灣是目前沒有聽說過 生戶和牛吃到飽的 油喝看起來也是很密布 但是中間還是看得到那種紅肉的感覺 它這裡的和牛很厲害 但它有像是扁的 剛好從我這邊看的話它紋理是很漂亮的 那澳洲和牛超級嫩 一個比較野的味道 有時一直就給各位 哈囉我是VV 我現在人在行天公站四號出口樓附近的 五賀 為什麼要來這間店呢 看到封面進來的你們應該都知道 它這邊竟然是主打1380 就有日本A5和牛吃到飽 我真的覺得蠻扯的 因為我目前看到一些比較有名的 日本和牛吃到飽的店 絕對要超過1500 而且它現在還有推出平日中午來吃 只要九折對面服務費的活動 身為CP值的一員一定要來試吃看看 好那在這邊看之前呢 那記得先幫我按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這些影片的通知喔 那如果還沒有追蹤我們的IG 還有按讚我們的FV的也記得去按讚一下 那我們就開始吧 走 耶 東西已經全部都上桌了 我剛剛進來發現它店其實蠻小的 可是裝潢其實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有一些相框啊 然後什麼櫻花什麼的 真的感覺蠻有氣氛的 然後椅子也是用很舒服的這種沙發椅 然後我跟你們講一下它這邊有分兩種價位 一個是我們今天要吃的1380 那1380呢它就是會有日本的A5和牛吃到飽 另外一個比較高級一點 另外一個是1980 它是有日本的神戶和牛吃到飽 首先第一個我在台灣是目前沒有通說過 神戶和牛吃到飽的 第二個是A5吃到飽怎麼可能1380 我後來就查他們的粉粘發現啊 他們是有認證 有協會認證的 然後我剛剛跟老闆聊過 拿到了這個 啵啵啵啵啵啵 這個是神戶和牛的認證 等於說你們到那個協會裡面 是有午後的名字的喔 而且老闆有說就是為什麼他們可以賣一個那種便宜 主要是因為呢 他們自己本身就是進口上 所以價格可以壓低 太開心了 他差不多找到這間店 好那話不多說我們就馬上來吃吃看 好那這間店的話 它的用餐時間是90分鐘 那它每次就是點五樣這樣子 湯底的話呢我就是點兩個 一個的話是它的蒙古鍋 然後一個呢是它的 呃 很失憶 它的湯底有七種湯底可以選 那這個的話是花雕雞鍋 它裡面就是會有雞肉這樣子 然後我跟你說它這個酒味超級無敵重 味道大概是麻辣那個花雕雞的兩倍 然後另外一個的話是它的蒙古鍋 這就是我上次喝到就超愛那種 牛奶鍋加一點孜然 完全是我的愛 很期待耶 我想說先喝一下蒙古好了 奶味好重 裡面牛奶鍋的味道啊 大概有像我們上次吃到那個巨那麼的濃喔 然後它裡面那個孜然香也很重 所以它比較不算是清爽那種蒙古湯底 它是濃郁型的 這個我很愛 再來喝一下它的那個花雕雞 有種酒味超級濃 這個老饕會愛 它這個的話酒香超級重的 好讚喔再喝一口 這個太爽了 那接著跟大家大概介紹一下 首先呢我剛剛點了它的海鮮 然後還有它的我比較有興趣的肉品 那它這邊的菜盤比較特別 它是每個人都這樣子 會給你一碗菜盤這樣 然後啊 它的飲料超大一壺 剛剛我點綠茶 然後工作人員點烏龍茶 然後就送來了兩壺 所以建議如果你們人數不多的話 就可以選一種飲料就好了 然後它的沾醬也很特別 它說是他們這邊特調的沾醬 就是會比較清爽那樣子 我看Google評論很多人推薦他們的沾醬 首先呢就先從萬助主務的A5河牛開始 它這邊的部位啊都是每天進口的不一樣 那它這次的部位呢 是它的A5河牛的雙醬 油花看起來也是很密布 但是中間還是看得到那種紅肉的感覺 馬上來下一下 我先下在蒙古補好了 他說這個算三下 真的這樣就可以了嗎 還沒有 再兩下 再拌一下 不要玩食物 它這裡的河牛很厲害 沾醬油像是甜的 不是來自於那個牛的那個甜味 而是它本身裡面雪花的那個甜味 而且它肉質咬起來啊 非常的剛好耶 是有一點點厚度的 然後吃得到肉感的 跟你們說不需要浮誇 它真的超好吃 這個真的是一片一片停不下來那種 就是不想要說話 想要趕快涮奶吃那種感覺 蘸一下它的特調醬料 這個也很輕 他說很清爽 然後很多客人都指定要吃它的醬 看它附著了滿滿的油 滿滿的那個蔥 它是非常非常薄的醬油 同時又有個香味 它有一個有點像荊棘的味道嗎 但是很薄 就是不會讓你覺得是酸口的那種 而是它整個清爽度有帶上來 這個超適合配和牛 剛剛已經先享受完A5和牛了 現在來享受一下澳洲和牛 澳洲和牛它有分兩部位 一個是和牛 一個是背肩 然後兩個都是和牛的部位啦 我們先吃一下基本款的這個 澳洲和牛 我覺得這樣看 感覺你們看不太出來那個紋理 因為那個相機會有一點點吃那個白色的顏色 但從我這邊看的話它紋理是很漂亮 嗯 那澳洲和牛超級嫩 然後就是完全沒有任何一點筋感的 剛剛我夾起那片的時候 覺得中間有一條白色的筋 我原本以為會有吃到筋的感覺 但其實沒有 它就直接化開 這個油效比較少 但是它的油會直接化作 把那個肉的味道都切除掉 然後整個肉就變得超級嫩 一個比較野的味道 然後那個A5的話是沒有的 接著我們來吃一下它那個 澳洲和牛的牛背煎的地方 現在很怕熟度弄錯 毀了這個肉 就算它是吃到飽還是要珍惜的 畢竟平常沒什麼機會 吃這麼好這麼好的牛 它這個就比較有那個 筋感跟它旁邊這個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嗎 它下面有一片白色的雪花條 所以那片雪花條會有點接近 五花那種感覺 但是它的油跟五花是不一樣的喔 然後它的油是高級 就是還是能感受到化開的感覺 但這個的話比起剛剛那個澳洲和牛 它的肉感比較重 喜歡有嚼勁的你會喜歡它 再來吃一下美國牛小排 這個是美國牛小排 它跟剛剛背鍵的肉感不一樣 背鍵是那個肉的感覺 嚼勁 這個是彈性 然後它有那個 我吃美國牛都會吃到一個香氣 一個肉甜甜的味道 所以這我也還滿喜歡的 然後我發現它那個牛肉香 跟它那個花椒雞鍋的味道 香味還滿搭的 在此宣布 它的牛肉類全部給過 很厲害 再來吃一下豬 我跟妳講它豬很厲害 它有伊比利豬喔 伊比利豬就是吃橡果長大對不對 所以它就是其實它是可以不用吃到全熟的 因為我們一般吃豬肉吃到全熟 是因為它裡面會有寄生存的問題 那伊比利豬的話 就是可以吃到八分熟 吃吃看 平常也吃不下去 伊比利豬 很香 是平常吃豬不會吃到的味道 首先它的肉是彈的不是嫩的 它裡面吃下去就會有一個橡果香 沒有跟我一樣 很少吃伊比利豬的人吃到會嚇到 所以會覺得 欸這個香氣怎麼回事這樣子 耶 接下來就是肉的最後一項 其實它還有很多種肉啊 只是因為 它品項實在太多了 所以真的是沒辦法每個都開 肉的話最後一個就是松阪豬 等一下吃完松阪豬 我就要進攻到海鮮 松阪豬就真的要吃全熟了 不可以偶非來 對 很彈 肉質乾淨 如果你是只吃豬肉的人 這豬肉絕對是給過 非常的新鮮 再來是海鮮的部分 你們看一下這個海鮮 蛤蜊超大顆 然後還有很多魚片 還有新鮮小卷跟草蝦白蝦 重點是這個生蠔 我真的是Oh my God 這樣可以嗎 你們看超級大的生蠔 有夠誇張的 這個太強了啦 發毒毒耶 非常新鮮的 它滿是那個海鮮的鮮味以外 它裡面沒有任何伊莉莎 它跟像牛奶一樣直接滑進去 但它還是會有一點點 那個生蠔本身的那個 我會有點害怕的味道 好再來我吃一下它的鱸魚 這個鱸魚可以 鱸魚超級嫩 而且很新鮮 然後給你們看它的蛤蜊 你們看它的蛤蜊 每一顆都超級大顆 我怎麼看得垂涎欲滴啊 這個也好鮮喔 而且好大顆吃起來好爽 然後很飽滿 裡面也是伊莉莎有沒有 超級彈性的 再來是小卷 好可愛喔 它裡面的小卷又彈又嫩 完全沒有阻撓 然後裡面有那個小卷裡面的糕 好香喔 最後呢 我手中有一隻白蝦還有草蝦 然後我來體驗 接下來他們的剝蝦服務 聽說它這邊是可以幫你剝蝦的 欸超白癡的 原來人家的剝蝦服務是生了就剝啦 我太無知了 然後現在它的零手 我已經分不出哪隻是白蝦炒蝦 但我想我應該吃得出來 所以我就直接開吃吧 這就是所謂人人都搶著要的 平融波的蝦子嗎 超彈超脆 加到一點那個蝦頭那個汁 超級香 正常有點浮誇 但是好像是我目前開頻道 吃到最好吃的蝦子 吃一下另一隻 剛剛比較彈的應該是草蝦 這個吃起來就比較紮實 這應該是白蝦 切實以外呢 它的蝦膏味道比較重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蝦膏派的 你就選白蝦 然後如果你是想吃比較彈脆的 那你就選草蝦 吃得太滿足了 現在要來吃我超級期待的東西 我跟你們說這次期待 真的不是因為我是甜點控 而是它的甜點 它在官網上面一直說必吃什麼的 我就覺得很想試試看 而且它是蜂蜜的 這完全重乳的食泡 然後它這個冰淇淋很紮實 然後奶香味非常的重 這個也是可以一直去的 吃泡湯都會有 都會有 真的很讚 整半年甜點都那麼好吃 這樣子要怎麼平 吃完了 我真的有被它驚豔到 不管是在澳洲的可能會有A5 我覺得吃起來都有一定的水準 而且非常的新鮮 加上它後面的海鮮也超級強的 然後這樣子這麼多的東西 竟然只要1380就可以吃到飽 而且它現在還有優惠活動 可以用久折的方式吃到 等於說就是免服務費了 真的非常划算 加上它最後那個點綴那個冰淇淋 真的太好吃了 蜂蜜因為完全就是中了我的喜好 而且吃得出來是高級濃郁的蜂蜜跟牛奶 這次我給五賀的星星數是 4.5顆星 真的完完全圈可以給它5顆星 沒給 只是因為我覺得我最近 平心需要調整一下 因為13還有13高 不然它真的是實至名歸 超級推薦大家來設一間店 尤其它現在9月有活動 大家預約起來了 整個東西品質那麼好 然後環境又說我還幫你撥一下 店到底哪裡找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呢 可以幫我按讚分享 那你們如果還有推薦什麼厲害的店 不一定要合牛 都可以在下面跟我說 我都可以去吃吃看喔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我是Vicky 掰掰 我覺得以後是不是要再多加一點小數點 對啊 這個有點太強了 把它分析一點 3.6 3.7 3.8 3.8 3.7